再来看另外,所以请各位把综合练习 再增加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就是把综合练习,请你把它复制一个一模一样 那怎么复制一模一样 你点住拖拉向右,它会出现有一个这样的符号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图示 那你再来按Ctrl键 Ctrl键按住就是复制 有没有,它那个符号会多一个加号 那你再把滑鼠放开 它就多一个了 而且这两个会一模一样 为什么又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要换一个方法 用另外一个函数,一个函数就可以抵两个函数了 哪一个函数,叫TXT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主要就是说,其实白话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文字嘛 可是实际上它的内涵应该是格式化 也就是它这个函数是拿来格式化 那格式化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把某一些资料 做三码的格式的话 那其实当然,如果你假设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格式的话 就是选取这个按右键 这边有个储存格格式 在储存格格式 顾米斯亚指的是外表长的样子 那预设的状态都是通用格式 你可以制定的地方 改,制定这边可以自己下那个公式 那个公式就是格式化的公式 那当然这边如果你要三码的话,你可以00 000就是说呢,你要把这个资料把它格式化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要三个数字的话,那就三个零来表示 OK,三个数字 那你会发现呢,如果用格式化 它就会让你看到的样子就是084,007 但是你想说,那这样很方便的 是不是格式化之后再来串接就OK了 可是跟各位讲,如果你假设是这样 像刚刚这个,如果你这边呢 你想说,那我不要REPT好了 我就直接G4,你会发现打勾,它还是什么 还是84,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这个地方顾米斯,按右键嘛 什么格式嘛,所谓的格式,顾米斯一拉 其实就是指的是外表长的样子 外表哦,但是实际上的资料并没有变动 OK,所以呢,我们如果今天不是只是格式 我是真的要让它里面的资料变动成为084的文字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思考一下 你要用什么样的函数,才能够把这个84变成084 那中间呢,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TEXT 那TEXT的话呢,其实它会跟你要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你的资料在哪里 那你就把这个84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它就会,逗点第二个参数就是,那你要格式化成什么样子 这边有没有一个类型,你就把这个类型的这一串公式放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记得一定是文字,所以你打000 经过这个TXT,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真正转换成你需要的这个文字 把数字转换成为文字,OK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好,所以这边顺便 这个格式是表面,所以你有时候不要被表面给蒙蔽了 好,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恢复的话就通用格式 就恢复成原来状态,OK 好,那做的方法,其实你可以在旁边练习一下 旁边这边可以插入 那那个函数的部分呢,它叫这个文,TXT嘛 顾名思义它是在文字类里面的一个函数 那T开头,所以你往下找 应该T这边就有了,TXT 那它底下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相关说明 其实就是什么 依照指定的格式 这个数字格式其实就是 应该就是所谓的format,就是格式化的那个公式 然后将数字转换成文字 OK,那至于细节有函数说明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下面的说明 那我们直接来用 所以它有两个参数按确定 所以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你的value,value就是你的资料在哪里 84,那帮我格式化成三码的话 那你就在这边打一个000就可以了 OK,那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把84的数字 经过格式化的语言 变成084的文字 所以特别是说,数字转换为文字 中间加一个它的格式 有没有,那就可以真的转换了 所以真正放在储存格里面的 那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这个084的资料 OK,所以按确定 你会不然这边就变084了 而且呢 这个084一定是文字 为什么?因为只有0开头 0开头一定是文字 因为数字里面没有0开头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它的对齐方式 如果说这个储存格里面 没有经过任何格式 假设说资料是靠左对齐的话 那这里面的资料一定是文字 如果它靠右对齐的话 一定是数字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只有文字才会靠左对齐 数字靠右对齐 OK,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真正 那你想说 那我怎么会知道 其他资料到底靠左靠右 这边不是字中吗? 为什么字中? 因为它这边本来就帮你字中 所以如果你要把格式清掉的话 这边不是有个清除 清除什么?清除格式比较好 你把这边的资料清除格式 你会发现 所以只要清掉格式的 这个范围的资料 一律靠右对齐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数字 OK 那如果它突然跑到靠左 那表示它里面是放文字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特别是要文字跟数字 虽然看起来 我们眼睛看是一样的 但是ecell看是不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如果给错误的形态的资料 那当然结果一定也是不一样 所以顺便讲一下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刚刚的公式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 应该从 从那个 这边吧 从0911 然后-end 后面这一串先把它delete掉 留下这样 0911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 串到后面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串? 一样 and text 前刮符 然后value就是这个84 就是G4 6点 然后前双引号 000 33 然后后双引号 记得后刮符一下 好 这样的话打个勾 有没有 就出来了 那当然你如果跟刚刚rept 那想说老师还有没有第三个 有 你自己想 绝对有 只是说哪一个方法最简单 OK 那你要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不要想到最后是越想越复杂 不用了啦 太复杂你就不用去记了 记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 我就OK了 好 那把后面这一串一样复制 切过来 有没有 然后呢再把这边改成H4 这样不就完成了 有没有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OK 所以显然 这样的方式呢 应该会是 比起刚刚还来的简单 OK 那你想说老师 他们更简单的 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最好是在旁边多了两个按钮 然后一个按钮是清除 一个按钮是直接去帮我产生 因为我如果隔天 假如老板又跟我要资料的时候 那我就按个按钮再给他就可以了 对 那可是问题喔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按钮叫出来 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开启一个功能了 这个功能的话 就要让这个速度再更提升 那必须要开始写程式了 不过呢 我们待会讲的这个功能 是可以让你不写程式 而可以自动产生程式的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叫录制聚集 那所谓的录制聚集就是 以色列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OK 这一点我找到觉得还蛮有特色 怎么做喔 你可能待会要记一下 先把一个功能打开 隐藏功能 在上面的箭头其他命令 找到自定功能区 这边有个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呢 预设状况是没有打开的 所以呢你可能要自己把它打开 在哪里 在这边 自定功能区 这个箭头 工序选项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呢 按确定 它就会出现一个隐藏功能 在这里 那这个功能里面的话 待会我们会用到录制聚集 还有执行聚集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video base OK 所以这个部分待会再来看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请各位待会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确定你想要做的位置 你就是把那个 你的 这个位置 你那个 座位表部分稍微停一下 那确定就住在那边就好了 OK